大家好,2022年3月25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整整30天了,一个月了啊 现在早晨,西班牙时间7点18分啊 这有一位粉丝来信说,您好,我一直关注您的节目 很喜欢您直率的性格,谢谢您了,我是来自缅甸的华人啊 我也谢谢您啊,是大家伙给我捧场啊 这个到底有哪些国家的这个观众呢 我在我的后台能看见,也有缅甸的啊 当然比较多的有这个美国的,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这个日本的,台湾的,中国大陆的,这些比较多 然后其次是英国,法国,德国啊 意大利,西班牙,韩国啊 很多越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啊,阿塞拜疆啊 也有非洲的,非洲的也有,埃及的啊,有沙特阿拉伯的,沙特阿拉伯是亚洲啊 以色列的,全世界的啊,我在后台能看见 至少一百多个国家的朋友啊,来那个关注我 然后每个国家有多少个粉丝,我都知道 挺好玩的,对,还有香港 香港的也不少,香港的也不少啊 谢谢大家啊,谢谢啊,缅甸的啊 这个缅甸,是吧,仰光,是吧 原来的首都在海边,后来怕美国人,是吧 空袭他们,然后迁都到内比都,是吧 北部有曼德勒,是吧 缅甸那个昂山素季,好像还被军政府扣押着,关押着,是吧 好像判刑了啊,军政府等于搞了一次政变 把这个昂山给昂山素季,表面上昂山素季叫国务资政 是吧,因为根据法律,他好像不是缅甸出生的 他不能当总统,但实际上他说了算,是吧 他们那个民主派投票投出来一个总统 但是被推翻了啊 然后缅甸也有一些问题 缅北有一些民族武装,叫民帝武 民族地方武装,什么国杆军 国杆就是汉人,是吧 有什么这个瓦邦军 中国也有瓦邦就是瓦族 有景坡军 中国云南也有景坡族,是吧 缅甸有三大少数民族吧 什么克伦,克钦,克耶 是三个族系,三大系统 是吧 缅甸好像和孟加拉接壤的地区 有一部分人是 叫什么名字那个民族 我现在忘了 好像说他们没有国籍 是吧,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现在缅甸也不要他们 孟加拉也不想要 是吧,好像有这么个事啊 缅甸有什么这个 有两条主要的江 一个萨尔温江 还有一条江叫什么名字 我都忘了啊 是吧 这个当年周恩来还去缅甸访问 是吧 有个缅甸老的总统叫奈温 吴奈温 是吧 说这个吴不是姓武 是尊称是吗 如果看到节目的话 这位缅甸华人啊 向您请教了 谢谢大家伙啊 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 给我捧场啊 谢谢